哈雷路亚 大家早安 今天下车的时候 突然间心里面就想起了 李白的好朋友贺之章 他写的《回乡偶书》里面的诗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因无改病毛衰 孩童相见不相似 孝问客从何处来 请问我从哪里来 其实我本来就在这里 感谢主十二年前 张牧师拆开我到北大去开拓教会 今天是十二年来第一次 回到主日聚会来讲道 哇 所以心里面特别的感动了 也非常谢谢光伟牧师的邀请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让我有机会回到母会来服事 特别在最近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刻 我想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呢 也在线上 在参与在这个聚会的当中 那么我想要问一下 在我们当中 你在新殿行道会 已经超过十二年以上的 举手我看一下 感谢主 好 请放下来 我想超过十二年以上的 应该就会认识我 可能不到十二年的 或是十年以内的 可能对我就不太认识了 因为开拓教会之后呢 就非常的忙碌 也很少能够回到母会这边 除了这个烈火特会的时候 可以一起见个面以外呢 其他的时间有时候 也都是各自在服事神 感谢主看到 光伟牧师在新殿行道会 那么带领教会 非常非常的成功 已经成为众教会的典范 所以我真的觉得 很感谢主 在这个会堂里面呢 就感觉到很深的有神的同在 从刚刚聚会一进来到现在 我觉得圣灵在这里的运行 是非常非常强烈 而且深深地可以感受得到的 大家阿们吗 我们再给神一个热烈的掌声 感谢主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 叫做神所爱的何其美好 神所爱的何其美好 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 在雅各书的第七章六节到十三节 雅各书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 何其可悦 使人欢畅喜乐 你的声量好像棕树 你的良辱如同其上的果子 累累下垂 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 愿你的良辱好像葡萄累累下垂 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 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我属我的良人 他也恋慕我 我的良人来吧 你我可以往田间去 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 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 石榴放蕊没有 我们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风茄放香 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加美的果子 我的良人 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雅各苏呢 他被誉为圣经之药 其中虽然以男女情爱的亲密言语著称 实则隐含神跟人之间的爱意 也预表基督与教会新郎与新妇的美好的关系 而雅各苏呢 也被称为歌中之歌 其中描写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个描述非常的写实与震撼 而爱情的可贵呢 也透过作者的经历 令人极其的向往与渴慕 就如同雅各苏八章七节 这里说 爱情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请你跟旁边人说 真爱是用钱买不到的 亚哥书呢 也是全本圣经最难懂的一卷书 原因呢 是说话的人不亦确认 而且都是情人间的甜言蜜语 书中所指出了 以一般人性的角度来解读以外 也要在灵异上解出启示的意思 而虽然雅各书不好懂 但犹太人非常重视雅各书 他们认为它是圣经中的至圣所 每到逾越节的第八天 他们会唱雅各里面的诗句 无形中呢 就歌颂那逾越节高扬的牺牲之爱 甚至有一位 在第一世纪的拉比说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天 比神把雅各赐予以色列人的那一天 更有价值 意思就是说 他们从雅各书里面 他们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宝贵 而这一份爱是世间没有的 所以他们非常的重视 神透过雅各书给他们带来 这一份从天上的爱意跟启示 阿们吗 而雅各书当我们读的时候 必须要专注地用心灵来领受启示 因为书里面的对话 要弄清楚说话的人是谁 回话的人又是谁 其中的这种的浓浓的爱意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的读雅各书 你会被神的爱深深地吸引 而且如果你真的爱过 你就会知道被背叛的痛 阿们吗 神他真的爱以色列人 神也非常的爱我们 所以神被人背叛的时候 你知道透过先知书所启示出来 神心里面的那一份失落与惆怅 那个也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体会的 所以如果你真正地爱过 你才能够去了解被背叛的痛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真的经历过神的爱 你绝对不可能对神马虎 小气甚至把神放在刺猬 就像男人爱女人 什么都舍得买 什么都愿意干 基督徒若真爱神 也应该会什么钱都拿得出来 什么事都愿意做 大家阿们吗 如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那里说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今天主要的经文 一开头就提到说 神所爱的 神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 何其可悦 有多少人你希望成为神所爱的 希望成为神所喜悦的 举手说阿们 阿们 神透过今天的经文要让我们明白 他所爱的他所喜悦的 上帝是怎么描述 这一个他所爱的对象 所以从经文的里头 我们来看三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 神所爱的人 神所爱的人 他拥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第一个是他拥有属灵的声量 神喜悦我们要有属灵的声量 就如同第七节那里说 你的声量好像中数 从经文里头我们看到 声量跟身高是不同的 那是一份属灵的高度 阿们 因为中数 如果我们要去丈量它 我们会用这种尺寸来形容它 但是神形容这个中数 不是讲它有多高 而是用声量来比喻 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是一份属灵的高度 所以神在乎的是人的内在 而不是外形 同样的 教会最美的不是建筑物 而是人 阿们吗 你知道有很多欧洲的教会 很漂亮 而且非常的宏伟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神的同在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没有属灵的人在那里 那个地方已经变成拍照的景点 变成婚礼出租的场地 那里已经没有神的同在了 即便它依然宏伟 依然壮观 所以神在乎的是人的内在 而不是建筑物 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了什么 声量 使我们不再做什么 不再做小孩子 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所以你会发现 声量也代表着成熟 就是不再做小孩子了 使人有什么 分辨的能力 阿妹吗 这里说 你们要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不再做小孩子 小孩子就是没有分辨的能力 真言书十五章二十一节说 无知的人以欲望为乐 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 什么叫做无知呢 无知就是没有分辨的能力 他原文的意思 当一个人他没有分辨的能力 就代表他是一个无知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 小孩子很好骗对不对 对吧 你一根棒棒糖就可以把他拐走了 或者是呢 一个无知的人以欲望为乐 就是他没有分辨的能力 不该去的地方他去的 不该做的事他做的 不该讲的话他讲了 不该交往的人他交往了 他为什么这么无知呢 因为他没有分辨的能力 他的生命不成熟 他的声量不够高 阿们 所以他就常常做很多愚蠢的事情 而使到自己受亏损都不知道 这个叫做无知 大家阿们吗 神不要我们这样 神不要我们不成熟 神不要我们像小孩子 神不要我们不懂得分辨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所以跟旁边的人说 声量是可以增长的 而且声量也是会增长的 因此神喜悦我们有属灵的声量 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什么 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席电的通塔 就能分辨好歹 所以你看小孩子他们不能分辨好歹 除非你长大 你成熟 你就能分辨好歹 我们常常会跟那些不懂事的人 我们会发出一种无奈的叹息 我们会说 你怎么会这么不知好歹呢 这个人对你这么好 那个人这样子对你 你怎么会有这种的回应呢 你实在是太不知好歹了 我们会不会讲这种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就是因为这个人不成熟 他不懂得分辨 谁对他好 谁对他不好 对他不好的 他把他当作爷爷奶奶 对他好的妻之如必喜 所以他就是无知 他不能分辨好歹 所以不知好歹 代表他成不成熟 代表他不成熟 代表他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跟旁边人说 成熟才能知好歹 而为什么我要提到这里呢 其实声量往往也跟 格局成正比 你的属灵身量越高 你心里的格局也会越大 大家阿们不阿们啊 一个人我们看他 不是看他的外形 当然外形也是我们 可以去追求的美善 但是一个人 真正你去看他的为人 是看他的格局 而不是看他的行为 阿们 格局就决定了你的生命了 就现在要放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大家可能看过 但是我会跟你解释 这个影片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这个影片就是 我来看一下 我们在看他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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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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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很多人可能你看过这个影片 但是我要来解释这个影片里头 很多人看没有出来的地方 这个很穷的男孩子 我问你 他坏的是哪一只脚 他是哪一脚的鞋子坏掉了 右脚的鞋子坏掉了 这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从影片一出现 你有没有发现 他一直在插哪一只脚 他一直在插右脚 那是一个意涵 就是他非常珍惜那一个鞋子 可是当他的鞋子掉的时候 影片里头我们看到 他是掉左脚 但这个影片我要透过他 来跟大家分享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成全别人胜过自己拥有 Amen 这两个孩子 其实他们心里头都很有格局 你知道对这个穷孩子来讲 他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把这个鞋子丢到 这个什么 铁轨上面 一个是追着要去还给他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是很仇富的 他也可以想 活该 这么有钱 掉了 反而可能会觉得 你知道吗 仇富的心 他可能也会觉得是去幸灾乐祸 可是他却愿意追着 其实他自己也需要鞋子 他要还给人家 而那一个火车上的有钱人的孩子 虽然他很珍惜那只右脚 但是他还是把它给了出来 所以这个影片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那一个格局会决定我们的行为 成全别人胜过自己拥有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你知道我常常 不管是去南部 或者是要去其他地方 有机会到车站 去坐高铁或是什么 每一次在高铁站或者是车站 我都会遇到那一个 推着小车子 或者是抱个小篮子 来跟你兜售的这一些小贩 我不知道你碰过没有 你知道我每一次 只要他们来跟我兜售 我一定会跟他买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 牧师啊你不要买 那他后面都有这些什么 集团啊 带着他们 你看那个东西不到十块钱的成本 卖一百块 他们就是要利用人的爱心啊 你不要买啊 他们的成本很多这样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是我的心里头想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他生活过得好的话 他就不需要来做这件事情了 对我来说只是一百块钱而已 但对他来说 他可能可以感受到人的温暖 这个社会还是有爱的 他可以因为那一百块 支持他今天感觉到有盼望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我只是一百块而已 但对他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阿们吗 你理那么多理由干什么呢 我觉得我这一百块而已 对我来说只是一百块 可是却可以带给他 无限的美好 弟兄姐妹这个叫做格局 所以跟旁边人说 不要机场鸟肚的过日子 阿们不阿们啊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 哎呀他的背景什么 甚至还有人跟我说 牧师我告诉你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说我的天啊 只是一百块 你有需要研究到这种地步吗 你要不要去拿个论文 拿个硕士论文 研究这些人的行为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 属灵声量的问题 你想神喜悦我们 不喜悦我们这样做 喜悦我们这样做 阿们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人 你要想到成全别人 好过自己拥有 阿们 这是第一个 神喜悦我们有属灵的声量 喜悦我们有好的格局 喜悦我们长大成熟 能分辨好歹 第二个 神喜悦我们 要结满人意的果子 第七节接着又说 你的良辱如同其上的果子 累累下垂 我说我要上这种树 抓住枝子 愿你的良辱好像葡萄 累累下垂 累累下垂 请问是多还是少呢 是多 所以这代表呢 他结果子很多 弟兄姐妹 果子是农人 一切辛苦的代价 也是成效的展现 阿们 所以那个种树的人 他希望这一个果树 是结实累累的 如同耶利米苏 三十一章五节 说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栽种葡萄树 栽种的人要享用 所结的果子 所以要享用 必须要有果子才行吧 阿们 如果没有果子 怎么去享用呢 这是提到 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了以后 他们要回到 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面 他们要开始有收成的一个形容 而不结果子 很多人会觉得说 人家比较会传福音 他比较有恩赐 那我不结果子 那我就好好的祷告就好了 其实你要知道 不结果子不是就可以算了 而是要被捡去 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说 我是蒸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我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一定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所以一个农人 他不可能看着一棵树 都不结果子 然后继续地去种植它 不会的 他会毫不犹豫地 假使他再不结果子 一定让它消失在地球表面 然后会改种能够结果子的 或者是说 那个枝子不结果子 也不要去占据养分 要减去 把资源给到那个会结果子的人 阿们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是不是门徒也跟结果子有关 阿们 是不是门徒也跟结果子有关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请你注意 也就是 代表什么 代表门徒跟结果子 有没有关系 阿们 所以如果我是主的门徒 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要去让人做主的门徒 你自己要不要签做门徒 要啊 我们不是去传福音 叫人做信徒而已 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 去训练别人也成为门徒 所以呢 什么是门徒 不结果子的不能成为门徒 多结果子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阿们 所以不能说我不结果子就算了 不是 你不结果子连门徒都不是 所以门徒 如果不是门徒 是很难传福音的 阿们 也很难结果子的 所以你看 刚刚读了经文 最后一节那里说什么呢 说 风茄放香 在我们门内有什么 各样新陈加美的果子 我的良人 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所以你知道吗 神喜悦我们多结果子 为他存留这些果子 然后呢 这些果子让我的良人喜悦 哈利路亚 所以我就想到 其实从2010年 张牧师拆拜我到北大去开拓教会 到今天刚刚满12年不久 上个礼拜才刚刚满12年 其实这12年 感谢神 我们一共建立了五个教会 在香港的一个教会 这是我们的北大行道会 这个是桃园的行道会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飞航的 所以都搞混了 这是飞航 我们的飞航的教会 这是台北 这个是香港 我们的飞航 最近他们也买了一个 预备了一个新的会堂 在这个叫土瓜湾这个地方 非常漂亮 三百多坪的场地 很难得 刚刚才建堂完毕 这个是我们台北大学的教会 这个教会很年轻 这个教会全部都是台北大学的学生 那么其中有两位 本来在孙哥的公司上班 现在回来全职了 不好意思 挖脚成功 感谢主 我想这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我们这十二年来 我们在这个开拓的过程当中 所结的果子 阿们 拍掌把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所以我相信这些果子 都是我们为上帝所预备的 而且也是存留 各样新陈加美的果子 所以这当中有年长者 有这个年轻的夫妻 有退休人士 也有学生 有青年 有儿童 哇 各样新陈加美的果子 好不好 好 我相信神 神喜悦我们 为他结果子 阿们吗 来跟旁边的人说 是门徒就要结果子 所以感谢主 我相信在这几年的当中 我们在开拓教会的 这个过程的里面 说结了果子 我相信我的师父 应该也会很满意才对吧 他都没有感觉 阿们吗 我相信他也是觉得 哇 很安慰 感谢主 能够去结这么多的果子出来 真的感谢神 所以我相信 我们也是要让上帝 可以感到喜悦 是因为我们 结满了各样仁义的果子 第三个 神喜悦我们什么呢 神喜悦我们要吐出有益的言语 接着第八节 第九节说 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女子说 我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 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你知道一个人在睡觉 你给他喝东西 他会呛到的 而这一个流入 这一个睡觉人嘴中的 这一个上好的酒 是滑顺到一个地步 连睡觉的人 他都觉得 不会被打扰的 这样的一个顺畅 请问好不好 哇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当我们嫌怒一个人 当我们嫌怒一个人 说话不得体 或是不文雅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这个人的嘴巴好臭 对不对 Amen 但这里说什么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就代表他所说出来的话 是让人感到非常舒畅的 而且是香味四溢的 Hallelujah 当我们觉得一个人 他不会讲话 我们甚至会说 哎呀 你狗嘴里吐不出什么 吐不出象牙来 代表他讲话真的是很糟糕 正言书12章18节 那里说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 这个说话如刀刺人的人 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玩 然后你说 哇好棒喔 今天天气好好喔 他就后面给你补一句 不要高兴得太早 气象说会下雨 然后呢 哎呀你去买东西 买到很棒的很便宜 然后呢 这个很超值的 你就说 哇你看我买这个东西 真的好便宜喔 好赞喔 超值 真的太感谢主了 他就跟你说 当心便宜没好货 讨不讨厌啊 真讨厌对吧 跟旁边说 不要讲话这么讨厌 Amen 所以不要这样子 讲话都不会讲 神要我们说话的态度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说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一个人说话的修为 是需要时间来习练的 以佛所书四章二十九节 说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Amen 但是这样子说话容易吗 不容易 它是需要时间来习练的 而上好的酒 它代表的就是 所以神说你的口如同上好的酒 意思就是说 而且你的吐出来的是香的 那个味道是非常纯的 代表这个人 代表这个人口中吐出来的 他不是随便讲讲的 而是经过长时间酝酿的修为 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谈吐 Amen 所以用上好的酒来形容它 所以给你看 这一瓶 全世界最贵的威士忌 给你猜它值多少钱 它在拍卖会上 拍出了多少钱 给你猜 它是1926年的麦卡伦威士忌 1926年 距今几年 1926年 快要100年了 对不对 这一瓶酒它拍卖的价格 是多少钱呢 给大家猜一下 应该也猜不到 我直接说好了 145万英镑 那145万英镑 大概是多少钱呢 5800万台币 一瓶酒卖到5800万台币 有没有价值呢 它为什么这么有价值呢 因为它已经历经了 非常长的时间 我相信那个瓶子打开的味道 一定不同反向 Amen 所以弟兄姐妹跟旁边说 我们的说话也要不同反向 只要一说出来 就能够使人得益处 所以我接下来要放两个很短的影片 来形容一个人说话 好跟不好 会不会讲 他的差别有多大 而这样的讲话 绝对不可能是 短时间所能够累积的智慧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你上哪儿去了 你这么晚才回来 喝酒去了 喝酒 还有理了呗 怎么了 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回来了 我早了 他们说 谁老婆找的手 谁可以先走 那我能走 他就不走 还有什么 我能回一个酒的 我就觉得我老婆找的最好看 你 你都不知道 我能让我选你选择啥人了 我都没走 他找的最好看 最好看 我想买条项链 多少钱 三万八 三万八 为什么要买 我闺蜜前两天 刚买了一个两万八 我得买一条比它更贵的 你为什么要和别人比 我为什么不能和别人比 你凭什么和别人比 你都结婚了 但是谁能看得出来 你有她长得纯 你有她长得黑 你有她长得胖 你有她长得胖 你有她腿软腰聪 你买项链 那就是浪费 别人夸你都是人美调正气质家 别人怎么夸她 有话 她项链不错 她买项链 就是为了遮仇 转为别人注意力 而你就算是走在马路上 穿上黄金奖 别人也只会注意到你的容领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知道是什么 什么呀 为什么你有老公 而她没有老公 你老一匹 你信什么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是吧 在买吗 不买 好像真没这个必要 是吧 还有什么 好 大家觉得她会不会说话 会 但我要表达的是 一个危机 你能够用几句话 就可以让她转为为安 扭转乾坤 会不会说话 会不会影响结果 会 所以弟兄们 如果太太要买项链 这一招已经没用了 你要再想一个更好的说词 但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会不会讲话 其实跟很多的事情的发展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句话说得好 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 代表它非常非常的宝贵 所以跟旁边的人说 说话要有智慧 历代之下九章七节 说你的群臣你的仆人 常四地在你面前 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一个主日 当你来到教会的当中 你听到神的话语 这些都是神同在所印证的启示 这些的话会使我们有智慧 阿们 阿们 而当你能够来到主日 听到这些上帝真理的焦躁 是有福的阿们吗 是能够让我们更懂得 如何去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听智慧的话是有福的 而智慧的话 其实跟好听的话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智慧的话 往往都是对的话 而说对的话跟说好话是不同的 说好话是让人舒服 说对的话可能让人不舒服 却是与人有益 所以你怎么样说有智慧的话 能够去让人得益处呢 比如说那一些的奥运选手 那一些特种部队的这一些的学员 当他们节训的时候 或是他们拿奖牌的时候 请问他们最感谢的是谁 他们最感谢的是教练还有教官 对吗 可是当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为了要激励他 可能有时候讲的话 不见得是好听 可是却是对他有益处 这样大家阿们吗 所以我们就要讲 让人得益处的话 西伯来书12章11节 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 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 发出恶来 因为他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因此从一个人的说话 你就可以看住他 内在的品格 人的生命属谁 说话就会像谁 Amen 最近我们 在教会里头为弟兄 办了一个男人成全礼 这个男人成全礼 目的是要帮助男人 认识自己的位分 其实一个男人他有很多身份 比如说他是做儿子的 他也是神的儿女 他又是别人的父亲 他也是别人的丈夫 他又是弟兄 他又是兄弟 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男人他其实他有很多的角色 那么圣经给男人有很多 在这些角色上的位分 你要回到那个位分里头去导正自己的思想还有行为 你才能够扮演好一个男人应该有的角色 所以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训练 帮助我们的弟兄能够恢复这些位分 然后后面我们就办了一个见证会 就是当他们回去实践以后 那么过了一个月我们要让他们回来做一些见证 这当中有一位弟兄 他本来跟他的太太 关系非常的不好 因为他从来不会去夸奖他的太太 而且他跟他太太的关系是非常的糟 当他做完这个训练之后 他学习到原来我做丈夫的 我不能够好像都不体会我太太的感受 然后我常常也没有对他说赞美的话 所以他开始改变 回去之后他开始就学习赞美他的太太 但是他的赞美是 我们听起来是觉得真的是鸡皮疙瘩掉一地的 可是对他来说他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 他怎么跟他太太说 他说太太我怎么会觉得你年纪越来越大 却越来越漂亮呢 我真的好担心你被别人抢走 哇你知道他太太心花怒放了起来 然后他又说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 看见他太太在吸地毯 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 太太我今天一进家门 我看到你在吸地毯 我就觉得你的周围有好多的星星在闪耀 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太太 我真的是最幸福的男人 他说那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他太太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哇多么美的画面 你知道现在他们过得非常快乐的日子 他说我的婚姻从此改变 每一天回到家 就像回到天堂一样 阿们吗 但是是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 做丈夫的开始会赞美他的妻子 阿们吗 你知道我们舒华师母 有时候他自己自拍以后就讲说 哎呀我怎么越来越老了 我都会说哪里 你在我心里头永远都是最美的 嘿嘿嘿嘿 马上就快乐了起来了 就是一句话嘛 阿们吗 说造就人的好话 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你不要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 那个叫做拍马屁 阿们吗 要随时 要当着有那件事情 然后在那件事情上面 能够说造就的话 而不是凭空去捏造 那个叫做阿谀奉承 那个不实际 大家阿们吗 所以要能够说好的话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节说 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 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去说 安慰造就跟劝勉人的话 以佛所书五章九到十节 那里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说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益成实 总要查验什么 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所以今天的信息就让我们学习到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呢 第一个 拥有属灵的声量 第二个 你要结满人意的果子 第三 你要吐出有益的言语 阿们 所以这三件事情 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 你愿不愿意常常做这三件事情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有一个应许一定会给你的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那拆我来的是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 因为什么 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我有信心相信 如果这三件事情是你常做的 神一定与你同在 你绝对不会单独 你也不会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 因为无论你到哪里 神的同在都会跟着你 阿们吗 你是一个有属灵声量的人 你是一个常常多结果子的人 你是一个讲话就让人得益处的人 我告诉你 神一定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这是我自己深深经历到的 阿们 你知道有神的同在跟没有神的同在 有多大的差别吗 当你带着神的同在 你到哪里 你都会感觉到那一份的平安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上帝为你的一个每一个细节的 这样的一个恩待 你说开车去吃饭 这个哪里 这个很难停车 你知道我常常是这样的 就是去到那种很难停车的地方 只要我一开到那边 门口一定有位置 就是门口 毫无残念就是门口 这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习惯的一个状态了 你知道当你带着神的同在 天使都来服侍你的 真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你不要常做他不喜悦的事 你常做他不喜悦的事 我告诉你 就是魔鬼撒旦跟着你 阿们 所以当人常做以上神所喜悦的事 神必无时不刻的 与那人同在 阿们 排长把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我们一同站立起来 我们来祷告 彷徨今天的信息 可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如果你不知道 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今天这三件事情 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让我们要更有格局一点 你的属灵声量不要像小孩子 一直不成熟 一直不会分辨好歹 我要这样说 能够在这样的教会聚会 是多么大的恩典 阿们吗 在这个地方 能够有这么多的同工在服侍 不管是装备训练 不管是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个细节 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服侍 为着你能够来到这里聚会 这不应该感恩吗 这不应该珍惜吗 这不应该好好的奉献吗 阿们 而不是来到这里说 哎呀好吵喔 这里地方冷气又这么冷 你看那招待 也不会跟我打招呼 那你不会做招待去跟人打招呼吗 所以你要了解 成熟的人他永远不会幼稚的 阿们 所以我再次的说 我再次的说 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人 我们要感谢每一个来服侍我们的人 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这些领袖们 他们都是付了代价来侍奉的 没有一个人他们是领了兴奉的 除了全职同工以外 但是我告诉你 教会里头绝大部分服侍的都是义工 阿们 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让上帝的同在与我们日日同行 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谢谢主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主这个时候我们仰望祢 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祢的同在 就在这个时候 主我们把自己交托仰望在祢的面前 求主祢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常做祢所喜悦的事 赞美耶稣 谢谢主 Amen 天父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今天可以领受祢的话语 求主祝福在我们的中间 也让我们因着祢的话 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成熟长进 让我们更多的结出那美好的果子 让爱我的神喜悦 主啊 也帮助我们常常说合一的话 使听见的人得益处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排场把荣耀归给主 谢谢大家